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存储的实现 那么在上一节课当中呢,我们实现了查询联系人的一个功能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呢,我们着重来讲解一下Content Provider 以及我们怎么去使用Content Provider 好,打开我们的代码 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给大家重新创建了一个包 这个包呢,叫做Provider包 然后在这个包当中呢,我定义了一个类 我们这个Test Store这个应用程序呢 其实它本身是关联一个数据库的 那这个数据库呢,就是我们之前一个CircleLite 里面关联着我们Message的一个数据库 好,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实现将自身应用中的数据提供给外界进行使用 好,这种实现的步骤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继承自我们的Content Provider 所以呢,咱们在写之前先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Content Provider 我们把Content Provider呢,又称之为内容提供者 可以实现数据的提供 它除了可以提供给外界应用使用之外 它还可以操作本身的数据库 充当的是一个抽象层的概念 为什么说是抽象层呢 咱们要做到两个应用之间共享数据 你比如A应用想把自己的数据提供给B应用 那么A怎么提供出来的 从哪查询的呢 B应用是没有必要之道的 所以咱们说它充当的是一个抽象层的概念 那我们讲完之后再把这个概念完善一下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让自己的类 类化Content Provider OK,那我们就让它extenseContent Provider 好,这里面有几个需要实现的方法 来,我们拿一下 好,依次是什么 Uncreate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创建Provider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也会被系统直接来调用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Query 查询的方法 同样该tap呢 是做我们这种类型匹配的方法 然后insert呢 就是我们增加的方法 Delete删除 以及Update修改 好,也就是说增删改查 它都给我们提供出来了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先给大家演示一个查询 你比如,我们想做到将自身的应用提供给外界 那你要提供什么样的数据 你是不是应该先查询出来 并且提供给它,对吧 我们现在呢 是需要提供数据库里面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得先操作数据库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给它定义操作数据库的对象 咱们叫做Cyclyte database 比如我们就叫做DB 那这个DB进行处置化的时候 还是要需要我们的hyper对象 所以咱们就直接拿一下我们当前 定义在这个ntd当中 定义在utios当中的这个message db hyper 好,我们就叫做hyper 所以大家在uncreate的方法当中 我们首先可以对这个hyper直接进行处置化 好,它需要一个上下文 这个上下文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content provider继承的是上下文 content对象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拿入 但是发现这个content provider并没有继承 所以这个上下文信息呢 我们使用一个叫做get contest 谁来使用我获取的就是谁的上下文 好,有了hyper对象之后 我们想要拿到DB 直接调用我们 hyper.get readable database即可 好,我们让它的返回值呢 改为处 有了DB对象 直接调用我们db.query方法 这里面需要查询什么 我们填充什么即可 你比如我们要查询的这个表呢 是message 第二个查询哪些字段 那OK,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方法上面呢 其实有UI 有string类型的projection selection selectionax 以及short order 正好匹配的就是我们后续这几个参数 你比如我们要查询的clones呢 就是谁调用的时候传过来的projection 然后selection呢 就是我们那个vrdg 以及它的一个章位辅舍填充的值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projection拿进来 你同样selection呢 我们也直接拿到参数当中 也就是说谁调用传过来什么值 我就用什么值 以及selectionax groom和by分组查询 我们给定为空 然后having子句呢 我们也给定为空 因为现在不需要having orderby呢 我们就用咱们传过来的sort order 好,大家这条语句 就是去查询我们的message表 需要查询的字段呢 是你传递过来的projection 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还是一个caster游标 OK,我们直接把这个caster游标 进行返回 OK,这个provider是不是也得需要注册呢 也得需要注册 我们打开Android Manifest 它的注册呢 跟我们activity一样 除了它这个标签呢 我们使用的是provider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需要有两个信息进行配置 首先第一个叫做all the retires 这个呢又被称之为授权信息 我们一般使用当前包名.provider 好,接下来这个name呢 就是我们去找到当前这个myprovider这个类 OK,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已经把这个信息配置完成 那么配置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经用程序运行起来 来注册到我们的系统当中 好,第二步呢就是提供对应的方法 给外界进行使用 比如我们这里面有增删查改 第三步呢就是在我们清单配置文件当中 进行注册 这种注册的形式呢就是我们标签声明了 然后不要忘记授权信息 好,provider我们创建完了之后呢 你比如我们把它运行在模拟器当中 那我并没有改过它的一个启动页帐 你比如我们呈现出来的还是当前这个 连线列表的应用程序 但是呢我们这个provider呢其实已经实现到我们系统当中进行注册 OK,已经发布,我们把它退出出来 我们退出之后呢 咱们做到另外一个应用可以查询到它的信息 那么怎么做到另外一个应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Test Store上面还有一个应用叫做APP 我们把它打开 好,里面呢有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直接关联了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视图当中呢它其实就是一个List View 好,我们就想把在Test Store数据库查询出来的信息呢 显示在我们APP这个项目的List View这个页面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面呢只对了List View初始化 并且适配器呢我们还没有进行编写 好,接下来如果想要适配的话 我们需要的是数据源 那这个数据源呢我们采取的是从Test Store这个应用程序提供的数据源 也就是说我们要拿Test Store的数据库里面查询的内容 那怎么去获取呢 从上节课当中我们带入了一个概念 这概念就是如果在其他的应用中 想要使用另外一个应用提供者提供的信息 需要结合Content Reserver 也就是说Content Provider和Content Reserver是配对使用的 那既然我们这个应用当中呢需要用到Content Provider 那我们就把它声明并且初始化 大家它的初始化形式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从一个上下文对象当中 直接调用GetContentReserver Reserver出始化 直接从Contest当中 调用GetContentReserver 拿到了它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尝试的使用一下 如果我们想要进行查询 我们调用的是Reserver.Query方法 那同样如果我们想要进行插入 我们是调用Insert 修改的时候我们调用的是Update 同样删除我们调用的是Delete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都会有一些参数 而这些参数呢 正好匹配的就是我们Provider里面的内容 那你比如我们现在需要查询内容 我们就把Query方法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Query 这里面正好有URI Projection Selection Selection Ax 以及ShotOrder 我们在哪进行看到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Content Provider当中传入的那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刚写Provider的时候 在我们Query方法的参数当中 正好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类型 所以是不是他俩之间有些关联呢 我们继续往下来写 你比如如果我们想要去使用这些参数的话 首先第一个它叫做URI 这个URI呢也是一个固定的类型 它又叫做统一资源标志符 URI 它表示唯一的指向一个资源 而我们在这里面 它的类型呢是一个固定的 我们一般会尝试将一个字不串 转化成URI对象 而这个字不串的前面呢都是不变的 它叫做唯一标志前阵 Content的冒号双斜杠 给我们昨天写的那个Tile冒号是一样的 跟上谁呢跟上我们的唯一授权信息 大家还记不记得 如果我们想要查询哪个provider 那么它的唯一性的标识呢 其实在我们manifest当中 就已经注册了这个all the retiters 我们把all the retiters拿出来 然后来到我们的查询当中 我们直接添加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个唯一性标识指向的资源呢 当成URI进行传入 这样它就能关联我们的provider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参数 指军类型的projection 你需要查询哪些系统资源 好我们使用一个字符串类型 数组 淡滑键ID 以及我们要查询的字段message 好这就是我们的projection 那接下来第三个参数 slashax 我们需不需要well指军呢 不需要我们给它填充为空 selection呢也填充为空 那么这个short order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下 你比如如果我们想要按照时间进行排序 那我们在前面就多查询一个时间 比如我们查询一个time 然后按照时间进行排序 time 比如我们使用dic 这叫做降序 aic呢我们把它叫做升序 好 有了这条语句之后 咱们看一下它的返回值 是不是正好就是我们在content provider当中 它的一个返回值caster呢 好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provider所返回的caster 我们reserver在调用query方法的时候 其实内部是怎么实现的呢 它调用query 我们进去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找到了一个iContent provider对象 然后调用该对象的query方法 根据这个包名 uiProjectionSelection我们传入的参数 进行查询caster 最终把我们这个caster游标呢 qcaster给它取回 所以呢 其实它俩是一一对应的 好 我们有了caster之后 接下来 这caster呢就可以充当我们的数据员 并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想要去写数据员的话 之前我们可以使用caster adapter 但是那种适配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caster游标没有办法进行关闭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caster当中取出来它们的数据员 然后放到粒色几盒当中 当然也可以把caster命名成全局的变量 完成之后 在我们on the store的方法当中 把caster游标关闭掉也可以 我们呢就把这个caster数据提取出来 提取成一个粒色几盒 因为我们适配器 自定义的适配器呢会经常使用的 好 那我们就在上面一步一步来写 首先我们要封装一个 Store 并且在这个Store当中呢 我们定义一个message 这个类的写法呢 其实跟我们test store当中的message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封装成实体类 那在这里面呢 我就不再进行编写了 我们统一的把这个类的声明 以及它的一个方法的调用呢 我们复制一下 来到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当中 那么有了工具类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源 从caster当中查询的数据源呢 提取成粒色几盒 里面放着message对象 那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先判断 if如果caster当它不等于空的时候 OK我们就可以便利caster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便利呢 已经在这里面写完了 并且每次呢 我们都创建message对象 添加到litter机构当中 最终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aster游标 切成关闭 好 数据源呢 已经拿出来了 适配器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写了 OK大家可以看一下 适配器呢 已经写完了 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的是adapter跟item的一个布局 这个item布局呢 适配是一个id和message 里面内容呢 就不多做追溯了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创建我们适配器对象 适配器对象的初始化 我们直接拗出来一个myadapter 接下来直接使用我们listbuild.setadapter 扔进去我们的adapter 好 因为之前声明过啊 我们把它出销掉 好 咱们把当前的这个工程app呢 给大家来启动一下 好 选中app 我们启动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呢 已经报了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错误 Dialogcat 给我们报的是一个空指针一场 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个地方报的空 Stormarkity 51行 就是我们当前myadapter的51行 好 list集合初始化 好 大家我们只是声明出来这个list的 但是并没有对它进行初始化 好 我就直接使用list集合了 好 我们在前面呢 给定list的就等于new一个errorlist 好 出版过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app给它运行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呢 就已经刷出来了 并且呢 它是按照 我们当前的time做到降续的一个处理 因为我们id呢 是根据时间的增长而往下继续增长 这样的话我们时间一降续呢 我们id就降续 当然这个布局的样式呢 需要大家自己调节一下就行 你比如我们在adapter跟item当中 我们统一的不再让它实现居中 而直接让它实现左对齐 好 message呢 我们也让它实现左对齐 好 我们再把这个项目发布一下 好 大家看到的效果就是我们规范性的左对齐 OK 这就是我们使用contentprovider来实现的一个查询的例子 那么本节课结束呢 大家做一个思考 如果自治理的数据库需要实现内容提供者 应该怎么去做 那使用的时候 又应该怎么使用呢 这个问题呢 已经在我们本节课当中呢 给大家讲解出来了 大家只需要把这个问题的思路呢 重新捋一遍 也相当于对我们知识点的一个复习 加深知识点的一个巩固 OK 本节课呢 咱们就给大家先讲解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安卓存储的实现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